今年以来的新型消费展现出蓬勃活力 从虚拟人物活起来的数字体验馆 到指尖记忆活灵活见的飞翼手工房 各地用新创意新技术赋能传统文化 展现中国经济新活力 新闻频道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 活跃的新消费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飞翼手工经济 飞翼手工制品相关的消费热如今持续升温 近期社交平台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 飞翼类商家数量同比增长超200% 购买飞翼制品的用户数增速更是超过300% 团扇 竹编 简纸等飞翼手工制品销售火爆 不少年轻人亲手参与制作 深入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一大早记者来到成都武侯瓷博物馆的飞翼集市时 这里已经人头传动热闹非凡 简纸 唐画 金雕葫芦画等飞翼手工制品 不仅做工精美 还能让游客参与其中 像这样一把漆伞的制作 就是运用了古典漆扇的制作工艺 特别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你看这种三种颜色 就可以做出这么好看的伞 我真的觉得它特别的厉害 希望以后都能够多学习一些这样的知识 那以后把这些东西传播到全球 让大家都爱上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认知度不断提升 飞翼传承人对传统记忆推陈初心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传统文化产品买单 在河南郑州 这家百年历史的制香工坊 专门开设了课程 从制香的记忆 香料的配比 到香材的辨识 吸引了不少当地市民 先来学习和制作 学了过后感觉 不单是一个制作箱的过程 还有历史文化 数据统计的截至目前 全国各地共建设飞翼工坊 6700余家 诸多新工艺新设计与飞翼元素融合 创造出一系列既美观又实用的产品 为飞翼传承人带来了与市场接轨的机会 李燕妍是传统制香技艺飞翼传承人 他自创并申请专利的这个制香工具 解决了现香造型单调的问题 目前他们的产品 已经从最初的20多种增加到100多种 像文创盲盒 冰箱贴 尤其是反映中原文化的送锦香 糖工香等产品 特别受市场欢迎 这个冰箱贴不但是取了我们河南土的色 而且这个整个冰箱贴的味道 也富含着泥土下过雨后那种芬芳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有三家自营的店铺 在全国呢 有将近50家左右的代理商 飞翼手工制品如何推陈出新 融入百姓生活 是当下不少飞翼传承人面临的问题 先进旨意既意飞翼传承人江学春就发现 传统的纸贴画过于简单平面 形式单一 市场认可度小 没有创新 我们之前的话全是做的平面的 别人就觉得就是自己拿到没什么用 然后有些就会建议我 可不可以做一些实用性比较强的 江学春不断探索纸贴画创新形式 通过卷 折 立 描等多种形式 让纸贴画站了起来 不仅变成了立体的艺术品 同时还从最初传统的摆件 演化出可佩戴的配饰 可随身携带的挂件 让纸贴画工艺焕发出新的活力 现在你看到的花瓣就是一片片的花瓣 其实它每一个花瓣都是一毫米的纸条 卷成一个很小的卷 就是想把这个纸条的很多种形式 都能够给它展现出来 把这个美好的东西一直能够传承下去 随着新金纸贴画作品的不断创新 融入新的想法和元素 眼下江学春工作室收到的各种纸一作品订单 也越来越多 他又将作品材料的批量制作 交售给当地村民 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增收的新路径 刚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叫我做一些 就是说这种零件嘛 然后面就是说我做成了作品 老师再回首 一个月啊估计有两三千吧 通过这种旨意的转换 还能够增加我的收入 那肯定我更喜欢了 飞翼手空热度持续上升 相关行业发展迅速 目前已经有不少飞翼工房 正在从家庭作坊向规模化发展 传统技艺的加工者 正在成为助推指尖技艺 转化为指尖经济的主力军 在成都市皮都区的鼠秀产业基地 一大早 这里的鼠秀技能培训班里 就聚集了大批学员 我觉得我越学越觉得有趣 如果没有传承的话 那你好多真法你都不会了 所以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从广西学了四年了 希望有一天能作为我们鼠秀的传播者 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鼠秀 凭借着形象生动 变化丰富等特点 广受百姓喜爱 为了推动这项飞翼技艺走向产业化 当地首先从扩大秀娘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入手 打破原来以家庭传承 师徒相授为主的方式 开设鼠秀专业 成立鼠秀学院 以先后开展鼠秀技能培训班80余期 培训秀工近一万人 向鼠秀企业输送一千三百余名学员就业 一方面是将鼠秀技艺加以延续传承 另一方面则是要让飞翼走进生活 融入生活 当地深挖鼠秀文化特色 开展鼠秀加体育 鼠秀加电竞 鼠秀加餐饮等项目合作 真正实现指尖技艺 向指尖经济的转化 我们鼠秀基地 由最初的几家秀坊 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家的相关企业 由最初几十位秀娘 发展到现在一个上千人的生产规模 它的产值产能是越来越大 以前一年差不多是有两三百万 到现在已经达到了上亿的规模